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迎来艰难的一年 但匈牙利可以避免经济衰退 政府发言人表示 即使在制裁造成的困难经济形势下 政府仍维持一年前实施的青少年免去个人所得税的政策 30岁以下母亲免去个人所得税将是今年的新政策 此外 政府想继续支持年轻人的日常生活 住房和实现他们的计划 全国大家庭协会主席在M1电视台表示 得益于各种形式的支持 近年来已经建立了家庭生活模型 日益广泛的支持系统提供给家庭巨大的安全价值 他补充说 全国大家庭协会支持所有养育下一代的步骤 并支持年轻人决定尽快组建家庭 根据数据 去年匈牙利南部边境的移民压力显著增加 2022年匈牙利边境非法过境人数翻了一倍 非法移民的攻击性也越来越强 袭击边防部队超过10余次 在塞尔维亚移民情况相对平静 官方行动之后 移民有所减少 当地人担心改善只是暂时的 上交除息遗留烟花的截止日期在周四结束 根据经验 很少有人退回有缺陷或未使用的烟花 但是 从周五开始 拥有第三类烟花将被视为违法 并且也很危险 如果它们受潮 然后变干 它们会变得更易燃 从而可能导致公寓起火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